他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而承袭大统的皇帝 他是满清最后一位实际行使皇权的帝王 他的爱妃叶赫奈拉氏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他胸怀锦绣却英年早逝 他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咸丰皇帝 清文宗爱新觉罗易主1831年 7月17日到1861年8月22日 清朝第九位皇帝 定督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 年号咸丰 一主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第四子 圣母是孝泉城皇后扭呼噜氏 元为庶子 后城嫡子生于北京圆明园 道光26年1846年被秘密立为储君 一主即位后便秦于郑氏 大手彼得对朝政改革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 咸丰帝颇思出壁求治 他任贤去携 企图重振纲纪 中用汉族官僚曾国藩 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 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碾军起义 提拔敢于认识的速顺 支持速顺等格出弊政 同时霸斥了道光朝军机大臣穆章阿 齐英等 但此时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不断 最后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场 咸丰朝以后也因企图重新扭转 对内交外困的局面而开启洋务运动 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在两年的时间里 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 岳州 汉口 南京等南方重镇 威胁清朝中部腹地 于咸丰三年 1853年顶都南京 咸丰帝于三年 1853年 出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即官身举办团练 组织地主武装 曾国藩所办乡军就是其中之一 他以罗泽南的相拥为基础 别墅一致 改弦更张 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 全力进行北伐以及咸丰 六年 1856年 太平天国内部的 天津事变使清廷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咸丰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 左宗棠 李鸿章等人勾结外国势力 合力扑灭太平天国运动 正在咸丰帝镇压太平天国之时 应 法等国再次染指中国 咸丰八年 1858年三月 英法联军以基英 法 美 俄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姑口外 要求所谓修约 咸丰帝预令直立总督谭亭香 以一致一 对俄是好 对美设法机密 对法进行劝诱 对英国则言辞质问 谭亭香奉旨行事 但是没有成功 英法舰队攻陷大姑炮台 进破天津 咸丰派桂梁 华沙纳往天津一合 与英 美 法 俄分别签订 中英天津条约 中美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 和中俄天津条约 条约样本奏上 咸丰帝十分愤怒 但是不批准 列强不满足于 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 蓄意重新挑起战争 咸丰帝命清军 加强大姑口防务 咸丰十年 1860年 春 英法两国再次组成 清华联军大举入侵 六月向大姑口进攻 咸丰帝预指 天下根本不在海口 而在京师 七月 英法联军进攻北唐 咸丰帝合战不定 痛失奸敌的梁姬 在清军与英法联军 激战之时 经令清军统帅 离营撤退 大姑再次沦陷 英法联军攻占天津 随即向北京进犯 咸丰帝派遣 宜庆王在园 兵部尚书穆英为钦差大人 前往同州 宇英 法一和 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 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 在同州巴里桥之战 击败清军后 进攻北京 史称更深鲁变 英法联军禁逼北京 咸丰帝以木兰丘梗 为名字圆明园 仓皇逃亡热和 金城得势 咸丰十年 1860年 十月六日 英法联军攻占圆明园 总管员务大臣文丰 投赴海自尽 此日遭到抢劫之后 被焚毁殆尽 在内外交困 混乱不堪的局势之中 咸丰的身体 也被国士折磨得身心俱疲 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 于1861年 驾崩于城的避暑山庄 年仅31岁 妙号清文宗 世号携天意运 直中垂摩茂德镇 武圣校园公 端任宽敏庄检险皇帝 葬于清定陵 咸丰一生虽说是呕心沥血 用力改革 但是没有取太大的作用 政治腐败 国库空亏 民生凋敝 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正是 图治求贤速腐贪 也曾沥血改革端 内忧外患破心安 无胆无财无远略 山庄避暑尽心欢 丧权辱国大清男 感谢收看老李联播 明天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